林口忠孝路口有一处公车站牌 渴望在年底就有一座便民的后车亭 让大家在等候公车 不用再担心日晒雨淋的情况发生 然而促成这项完美结局的最大幕后工程 就是新北市议员蔡淑君 林口忠孝路口一直是交通往来频繁的地方 不过在当地却没有设置任何的后车亭 议员蔡淑君服务处接获民众反映 立即跟各相关单位进行会刊 经过这张现场的会刊跟讨论 因为这边大概就是回程的民众比较多 那为了不要移植入宿 所以呢我们就协调之后 就是大概设三米的后车亭 交通局表示当地可以设置后车亭 不过前方却有一个大变电箱 经过协调淡水一性同意将此大变电箱 一致到靠近淡水一性的营业处所前方 如此便有了一个可以建置后车亭的设置空间 但是因为这边有个中华电信的电信箱 那我们这边也会行个公文 然后呢请中华电信这边配合 然后移到这个路宿的旁边 然后让这个位置进空来设一个后车亭 那时间呢今天是我们会刊的第三座 所以呢也会预计在今年年底会完成 今天就是我们配合那个蔡竹心议员 就是跟师分组来那个会刊就是那个公车站牌 那对于那个电信箱前移的部分 是原则上没有妨碍到我们的门面 那我们就是说全力配合议员这边来做这一次的公共城这样子 经过会刊决议在当地设置三米的后车亭 在承载人数频繁的中校路口 如此一来在年底就能够有一座便民的后车亭 将来后车民众在等公车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风吹雨淋的窘境 以上新闻记者林口采访报道